電腦、電話這些電子產品 看得多都會令眼睛不舒服 有人說少些用電子產品 可以減低眼睛的患病機會 但如果沒有手機和電腦 又如何消磨時間好呢? 聽一班藝人怎樣說吧 每一天的24小時 一個星期七天 我只做一件事都可以 就是打高爾夫球 我以前根本沒有電話 但如果有電話 我又不會抗拒 有幾新的科技我都會接受到 如果我不可以用電子產品 或者是上網的話 我會覺得是一種解脫 因為我這樣就沒有壓力 去時常回復我老婆很多的短訊 我就會走去我最近的公共圖書館 去給我老婆 不是去閱讀 我早前搬到去村屋的時候 因為WiFi未安裝好 加上iPhone有一天壞了 那十五個小時 真的有生不完死的感覺 我就試過走出去家附近探索一下 就是周圍走 當然啦 因為沒有了電話 沒有得看地圖 其實是當失了路的 做我們這行 他經常都要貼文 會顧著我們社交媒體 然後都在看自己不同的報道 如果這些東西全部都不用理 全部都不用更新的話 整個人都很自由 就可以去逛逛山 跟家人搬多點時間 拍拖 吃飯 那就最好了 曾經都有想過 其實科技是令到 好像人與人之間拉近距離 但是其實又好像 是令到我們疏遠了 反而眼前的人 反而會忽略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是這樣的 我又覺得惡釋到的 我去年轉了出來做獨立歌手 很多Admin要做 很多事情都是一手一腳做 所以每一天基本上 就真的對著電話 完全是煩到不得了 很多Message要復活 所以我說 如果有一段時間 是不需要我 有個電話在手 我就最開心 因為可以完全全副精神寫歌 跟我的貓貓 多點玩 或者真的做多點運動 煮東西吃 煮劇 機會來了 紛紛星網搜集各類型有趣短片 如果你家裡有可愛寵物 想跟多點人開心 或者你本人大把想頭 什麼都敢拍 又想一片成名 馬上傳片來啦